乌军逼近克里米亚 俄南部军区举行核战术演习 难道是克里米亚守不住了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马超说 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俄军的战术核演练 最近一段时间 俄乌战场上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哈尔科夫 时隔两年 俄罗斯再次攻入哈尔科夫 令乌克兰北部边境的局势雪上加霜 但是乌军这边也不甘示弱 不仅是派出了援军对入侵的俄军进行痛击 在南线的部队也开始频繁的进攻 大有要进入克里米亚的姿态 我之前的节目里面也说了 双方有一种互相偷家要一换一的感觉 那么面对乌军的进逼 普京就宣布 俄罗斯南部军区开始举行战术核演习 这对外界来说不是一个好信号 普京似乎是在表示 他有投放核武器的可能 一旦核武入场 那战场的形势势必是会急剧变化的 也会令俄罗斯和北约的对立走向临界点 那这样一来 可能战火就会面临失控的局面 之前由于西方世界援助不及时 导致乌克兰在春季作战中损兵折将 丢成失地 那么现在乌美也意识到了 如果不再加一把力 乌克兰的局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最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援助送到了乌克兰 乌军那边也表示 部队的共命得到了改善 这也是乌军能够在南部地区发起反击的重要原因 一旦乌军真的进入了克里米亚 那么普京就会认定 这是入侵了俄罗斯的领土 他按下核按钮的可能性 就的确是存在的 克里米亚在老俄罗斯人的心目中的地位 可不是其他领土可以比的 这里可是象征着俄罗斯骄傲的领土征战士 没有老俄罗斯人会承认 赫鲁晓夫那个克里米亚 划归乌克兰的糟糕决定 所以只要外部力量进入克里米亚 那普京就确实有了动用核武的理由 但是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 俄罗斯这次举行的是战术核武器演练 而不是战略核武器演习 虽然都是使用核武器 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 军事知识基础比较扎实的观众 可能就比较了解了 战术核武器演习 指的是前线的陆军空军 投放小当量的战术核武 打击对方的军事目标 这些小当量的核武 最小的甚至可能只有几百吨当量 大的也就数千吨上万吨 那么这些小威力的核弹 主要是用来摧毁对方的军事目标 而不是投放在城市 去大量的杀伤普通人员 如果俄军宣布的是战略核武器演习 那就是动用大当量的核武了 比如战略轰炸机 核潜艇 白洋洲际导弹的演习 那事情可就大了 那就说明俄军打算有核武 来攻击对方的大城市了 比如说基辅哈尔科夫 那么这会造成巨大的 普通民众的伤亡 也会令俄罗斯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机 那即便是普京 他也不会敢轻易的下这种手 最近网上有一句传闻 说怎么判断俄罗斯在战争中处在烈士了 那主要就是看他们是不是叫嚣使用核武 如果俄罗斯绝口不提核武 那就说明俄军打得还行 如果俄军疯狂的叫嚣要使用核武了 那就说明他们撑不住了 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但确实又有一些道理 我觉得就最近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还是处在优势的 普京的这一招 吓唬的不仅是要夺回克里米亚的乌克兰 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吓唬北约 只要北约不入场 这场战争 普京获胜的概率依旧很大 好了 本期节目的话题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北约是否会因为俄罗斯的核威慑有所收敛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